哈喽大家好,我是帅帅拉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的观战,狼队四黑小果冻,机械师,这边遇到的是武智,武智这把没有打鱼女,武智是之前国服第一武女,不对,鱼女,拥兵邮差,机械先知,修得非常快的阵容,先知的话单弹,那应该是个飞轮,机械师的话是应该,机械师可能这把带博命了,因为这把的话邮差不太会带博命,要么先知博命,要么机械博命,我觉得机械师博命可能性会大一点,上来的话乱使, 是小帅,抓487吗,这局呢,我觉得上来找到机械师,就等着机械师抓吧,这个先知大概率是带个飞轮的,来我们镜头给到,抓这个先知,有点辛苦啊,一甲有没有,没有,没有的话这边位置上面,雕像风,走,你闪现还没好,这个闪现的时间卡的也是精准啊,就差几秒钟闪, 闪现就好了,下一块板子,这边应该是有一刀了,但,顶鸟,这波的话骗鸟倒是还不错,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飞轮,待会儿这边的牵制的话,还是可以利用飞轮来进一个点的,闪现先开第一刀,完了,它开始吸起来了, 我有飞轮我怕谁,对吧,我还有加速性,我现在移速啊,很快,然后待会儿是个薄命,呃,它这边的话,走位上面来讲,应该是快要吸出这只鸟的,应该是快要吸出这只鸟的, 他这波呢,主要是全程在往回一看,没有能注意到这波的那个雕像,呃,我们来算一下机子,因为界势的娃娃是全程在修的,所以说这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密码机,外面待会儿修就是四台起跳, 傭兵如果能卡半救下来,先这待会儿新出一只鸟,这个局势有机会去打个私人开门战的,所以这把对于雕刻家来讲,呃,现在控场呢,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,要不打这队,尝试宝瓶吧,他的底牌,应该,他的天赋应该是底牌挽球啊,直接千人,千人传送了,后边跳过去,那这样的话,很舒服的一个卡半救, 救下来,打先知,先知,吃一刀,吃一刀,这傭兵不会给你机会的啊,你有本事打我,你打我的话,你可能就找不到这个先知了,而打狼队四黑呢,看下来啊,大部分的监管者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球稳的思路来打,这边都还想来找一找这边那个狮子的机会,但没找到,外面四台机,机械师应该这波机子修完以后去救人的, 离的距离也不是很远啊,离的距离也不是很远,这台机子能修掉的话,应该是可以,有薄命的话,再套个薄命我觉得就有了,这个局,我们来算一下,算一下,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马迹嘛,傭兵这边的话,但是换老师的机子好像被干扰到了,诶,等会儿,这里换老师的机子被干扰到,那机子被干扰到的话可能得打架了,但在当中打不了架,那得先知,吸出一只鸟才行,这边应该是待会儿,人救下来,然后换老师放狗,保这边先知,吸鸟, 换老师,换老师,换老师,诶,机械师来了呀,换老师这边不应该是,什么扛笔刀啊,什么放狗之类的嘛,那好像,穷者这边,三人三跑我觉得有点难嘛,这三人三跑你有个机器是有个流差,即便雕刻架没有挽留, 我觉得,应该也跑不了吧,你得跑得多好,这边的话,最后台机子被干扰到了,刚刚没看到,这台机子被干扰到,也有机会,如果机械师有搏命,当时这边机械师救下来,当然前提是能帮忙扛住,先知吸出一只鸟往墓地里面拉,是有可能的,这种局我们是见过的,飞轮机械,飞轮机械的话,那先知搏命,飞轮机械师没有搏命的话, 也就差不多嘛,但是两个人来就呢,我觉得或多或少,机械师如果说能够帮忙扛一下,然后,油差这边放只狗咬住雕刻夹,再让歇之吸出一只鸟,剧本是写好了的,剧本是写好了的,只可惜这边五只的这一刀,确实打得有点精准,我得待会儿去看一下回放这一刀怎么打的,这样你还别说,好像翻了,好像翻了,慢慢打就行了,这机械师牛, 修不动,对不对,我放你修,我这边顶过去,我去把这油拆先给抓了,放你机械师修,你也修不动啊,有两个人受伤,小果冻这边的话,走位,因为在大空地上面应该不太会倒,大空地上面应该不太会倒,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放机械师修,让他在这密码机旁边再投粉炒回来可能会更好,游民这边的机子慢慢的已经修到一半了,他想要,这边又要讲到一点,就是,大狼队四黑,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,你会无限趋向于球稳,但这个局的话,球稳我觉得也能赢啊,因为他这边击倒以后呢,有机会能挂地压室,然后,能压遗产级能挂地压室的,外面两个人都是半血,又没有搏命了,我这边有挽留,有传送,确实赢面还是蛮大的,不过我觉得刚才如果真的去追换老师,可能会机会更大一点,把换老师击倒了,然后就近挂上,这游民是不是得去救人,你回身再把这机械师给抬了, 他这边选择传送,一个飞轮,但是手里面雕像很多,走不了,走不了,这游差应该是会被压住的,这没办法,这个位置的话,这个位置太过于狭窄了,就是让这边的那个穷者没有太多可操作的,没有太多可操作性,他走位也走不了呀, 傭兵捞了下来,在头粉场慢慢控,打得很稳啊,打得很稳,该稳的稳,该拼的拼,这边传送过来,再把游差给秒了以后,局面上来讲,我觉得穷者就只剩最后一口气了,现在要干嘛呢? 因为这个游差是个新屁股,机械师这边的话呢,最好是绕到那边二楼狗一狗,但现在感觉撑不住了,感觉撑不住了,因为他要傭兵还要修台机子的嘛,傭兵那台机子,傭兵这边没办法,只能去捞人,机械师二挂,能不能投个坟场啊? 游差,没有过半,再牵过去,一点一点的消耗,一点一点的,嗯,机会嘛,我觉得还有,因为游差去补傭兵的机子,我觉得机会还有,傭兵这边还有机会,再找,机械师这边被捞下来, 不断的来消耗,但是现在的话,游差的一个走位空间就很大了呀,现在,他的一个所处的位置是让他有操作性的,83,呃,机子压好,游差这边的话不是一个上挂飞,怎么说呢,确实消耗了很多东西,但这些东西并没有能够一波把穷者摁死,就穷者还是能盘一个三人开门战, 就看这三人开门战,哎,他选择,等,要等什么,防傭兵一个护币跳过来直接咯,打一刀,你就下来,这傭兵待会也是一刀没,秒机直接点亮,雕刻家, 娃娃还是贴门的,那,怎么感觉要平啊,因为他两边在开门,拥兵待护币,这里的话,冠老师,待会不会娃娃过来帮忙扛刀什么的吧, 哇,这有点说不过去吧,记得是有飞轮的啊,哎呀,我去,哑口无言,所以呢,大狼队真的就是, 你不能武文,你得跟他干啊,其实我觉得武智打得挺好的,但是呢,有点太过于小心了,反而是让狼队就是, 就是,就是让他有个喘息之机嘛,也是很精彩的一场,改大部分,谢谢,拜拜。